50岁张敏简短发宛如少女,被向华盛坑惨,嫁帅哥却做不了母亲。 现在娱乐圈中的小鲜花千篇一律,个个都是网红脸,为此还诞生了一个心思脸盲,这就不禁让人想起八九十的年代的香港女星,比如王祖贤,关芝林,林青霞等,每个人都自己不一样美,而那时还有大众情人启孟张敏,也是风华绝代。 只不过她早已淡出娱乐圈,更是很少上综艺节目,让很多喜欢她的影迷,为她感到可惜,然而就在近日,她在微博上晒出自己的短发造型的照片,真的有种回到少女时代的感觉,不愧还是不老女神,而我们今天就来聊聊她。 张敏退出娱乐圈确实很可惜,她的经典电影又太多了,特别是与周星驰合作,更是完美的搭档,在九十年代红极米时,她的美也很独特,既有林青霞的英气,又有李嘉欣的妩媚,不过却因与象家决裂淡出了娱乐圈。 张敏出生于上海,在11岁时随父母搬到香港,初中毕业后她便考入亚师艺人培训班,而在1987年时,只有18岁的她在战阶发放亚界选美宣传单时,被向华强的太太陈兰发掘,由此进入永胜电影公司。 张敏的颜值不用多说,进入电影公司后不久,便得到像华盛的青睐,一出道就是众星捧月一般,先是与周星驰合作最佳女婿,随后向太佑找来周润发,两人合作电影《赌神》,这么好的资源真的是像不红都男。 张敏一出道都当女主角,而在众多大牌中,张敏与周星驰是最有默契的,两人合作《陶学威龙》系列,《赌胜》、《陆顶级》等,其中两人合作的《新京武门》1991更是当年香港的票房冠军。 其梦这个角色,也让她成为大众情人。 张敏之后的《新宇郎》虽多,但再也没有她那种魅力了,而她与李莲姐合作的《向傲江湖》与《以天图龙记》也很经典,特别照敏回头那一幕简直太美了,这让她成为香港四大美女之一。 不过可惜的是,她一直没能等来张无忌。 张敏在事业上虽然一帆风顺,但感情上却备受欺骗,向华盛虽然胖红了她,但感情上却骗了。 后来向华盛虽然离婚了,但却没有娶她,这让张敏很伤心,更是一怒离开永胜电影公司,至此彻底与《向氏兄弟》决裂了。 随后张敏自己开公司了,更是找来梁家辉与吴倩联合作《一千零一夜之梦中人》,不过以向佳在香港的势力,怎么可能看着她成功? 当电影拍到一半的时候,梁家辉突然以档妻为由离开剧组,她的千万投资都打了水漂。 影视圈不行她就转行经商,但也黑了一台糊涂,她说,我又太容易相信别人,以为他们是好朋友,没多想便与他们投资做生意,甚至借钱给他们,最后当然一毛钱也没拿到,总共超过一千万港币,没办法。 幸好我把钱看得不是很重。 张敏经过这番折腾后损失惨重,更是靠卖物业抵债,直到2002年时,她才在经纪人朱永龙的鼓励下重回演艺圈,不过早已没有当初的影响力了,随后的几部电视剧如《貂蝉》、《沧海游龙》、《范家大院》等, 反响都非常一般。 张敏的星图就此落幕确实有些可惜,而她与周星驰这对黄金搭档更是让人怀念,两人默契到让观众都喜欢他们能走到一起,而周星驰确实也很喜欢她,不过只能说很可惜,而对于这个老搭档,张敏又是怎么评价她的呢? 她这样点评道,周星驰是个独行侠,都是很怪的一个人,她走的路线,然后自己的编剧,导演,你琢磨不到她想什么,比如说这个镜头拍什么,她想表演什么,你根本不知道的。 更是表示她的朋友也不是很多吧? 在张敏人生的后半段,其实事业与爱情都不如意,她曾与京城四少之一的汪宇交往,不过却因赵薇的介入而分手,随后几经飘灵她,在2013年嫁给了自己的经纪人刘永辉,不过结婚时张敏已经45岁了,虽然努力想要的小孩,但一直未能如愿。 张敏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,在90年代宏集里时,但也因不懂识人接连被向华盛与朋友欺骗,做生意更是被骗到破产,估计在娱乐圈中找不到第二项台。 她是这样的女星了,最后也送她一句话:"张敏娜,你可尝点心吧!" 同时也祝她婚后生活幸福美满。